十八十九页 第三章学习与成长 第三章学习与成长八十九页 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定要追求快乐 满足或舒适 那么我们生存在人世间是为了什么 生命的意义又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活着是为了学习 也就是说为了进化 我所谓的进化就是进步 学习时就是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 而且我挑战诸位的想象力 来找出一个比人生更理想的学习环境 生命充满了变迁不确定与艰辛的课程 在比较落幕的时刻 生命就像是某种生灵性 某种圣灵上的任务训练营 但是富能克林 曾说带来痛苦的事情也带来教会 学习思想与意识糾结的复杂过程 就像思想与意识 学习既不简单也不直接 学习也充满了神秘 我的主要身份是科学家 而科学家都是实证主义者 相信通往知识最好的道路是透过经验 换句话说经验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但是显然不是唯一的方式 所以我们科学家会进行实验或控制经验内得到新知识 并找到世界的真相 同样地我是一个追求心灵的人 认识上帝不仅是因为信仰 也根据证据 也就是我对于神恩的体验 我在心灵地图与寻找石头中描述了我在这方面的许多经验 我尽可能以统计学论证据的方式来谈论神恩 我尽可能以统计学论证据的方式来谈论神恩 要建立科学上的证据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所谓的无或言率 那就是说一件事在数学上的可能性越低 无或言率就越高 于是可以安心断定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发生 知道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意义 虽然还不一定能解释 这就是为什么我通常把神恩解释为 一种极不可能发生 具有正面结果的事件模式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这种事件模式中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子民 所以我肯像荣格 当他在生命接近尾声时 曾经接受过录影访问 对我而言 影片的最高潮是在最后 当访问者问荣格 你相信上帝吗 荣格当时若83岁抽着烟斗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的回答是 相信上帝 当我们认为某种事物是真实的 但没有实质证据时 我们才使用相信这个字眼 但我不相信上帝 我知道上帝确实存在 我知道上帝确实存在 灵魂的角色 灵魂的角色 第九十页 我假设这个世界是人类学习的理想环境 这表示上帝可能特别为了这个目的而创造这个世界 于是我们立刻面临了灵魂的观念 在邪恶心理学一书中 我引述 业持的话 他把世界称为 灵魂断念之谷 灵魂断念之谷 这表示 我们在这类是要学习与准备 这个信仰是基督教与其他相信轮回的宗教相同的地方 我们的生存在这人世间是为了消除业障 学习必要的课程最好最终脱离世界的轮回 我们的生命旅程是持续地学习 最终的目标似乎是灵魂的完美 完美的意思并不是说 人类可以达到完美 或我们要求世事完美 他只自说 我们在陈世中能够学习改变与成长 我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就像 让我无法对死硬的无神论者 证明上帝的存在 我可以提供许多暗示说明他的存在 我在先前的著作里都一直这么做 但这不表示所有人都像荣格或业词一样能够接受这种证据 因此我最新的一本书是探讨安乐死的问题 取名为灵魂的否定 denial of the soul 我曾使用denial否定这个字眼 因为我感觉许多陈世俗人中 不仅对灵魂存在与否完全一无所知 而且更是强烈地排斥 什么是灵魂 再一次我们碰上了 远超过自己的事物 因此无法适用于任何单一的简略的定义 然而这不表示我们无法使用一种操作性定义 咬起很不完美 我相信这种定义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学习的傲悲 我把灵魂定义为上帝所创造智氧的一种可以成长永生不死 独一无疑的人类精神 这些形容词每一个都很重要 目前让我们先探到其中三个 我一直表示这个世界是人类理想的学习环境 我说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 表示我们是被创造来学习的 我说上帝的滋养是指上帝不仅从受孕后创造了我们 而且透过神恩继续照顾我们一辈子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除非他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 他要什么呢 他要我们去学习 大部分的神恩似乎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另一个关键字眼是可发展 除非我们愿意学习 除非我们能够发展 否则就算上帝希望我们学习 也是无意义的 人类是进化的生物 不仅指种族 而且也指个体身为有肉体的生物 身体终将停止发展 最后必然毁坏 心灵的发展可以一直持续到死亡时刻 括弧 我认为 还可以持续到死亡之后 狠狠狠狠 对于这种心灵的发展 我们时常使用成长 这个字眼 而成长与学习是息息相关的 我一直重复强调 我们能够选择是否要成长 是否要学习 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位心理学家 马斯洛 马斯洛 Maslow 创造了 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 A-C-T-U-A-L I-Z-A-T-I-O-N 这个字 他所指的是人类成长与进化到更高的心灵 更高的自主与个人力量 马斯洛认为 一旦人类能够应付基本的生存需要后 就可以提升到更高的意识层次了 尽管我在许多方面要感激马斯洛的贡献 我对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这个字眼有点意见 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实现自己 就像我们不能够创造自己 我无法创造自己 就像我无法创造一朵花 我所能做的是照顾上帝所创造的花园 这表示我们虽然无法创造灵魂 我们可以滋养它或忽略它 在成长的决定中 我们能够成为共同的创造者 当我们抗拒成长时 我们就是拒绝与上帝共同创造的机会 因此我相信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 应该是把生命视为一连串学习与选择的机会 在大多数时候要选择成长 一般来说在上帝的指引下 共同创造或共同实现 是艱苦而不中断的发展 成长过程 但是学习与成长的决策是成年后才面对的 在童年挨断人们大部分的学习是被动的 换言之它是自然就发生的 被动学习93页被动学习 科学家并不十分了解我们是如何学习的 就像他们不十分了解思想或意识 当我在大学读心理学时 必须研习一门非常重要 对我而言非常困难的课程 学习理论 当时大多数的学习理论是关于制约 制约过程 制约过程 由巴洛夫 Pavlov Pavlov 与他的实验狗所发展出来的 方法我们的学习主要是透过 惩罚与掌赏 就像老鼠能由惩罚电击 或掌赏食物来 学习酒迷工 这个理论更进一步假设 儿童学习语言也是透过这种行为主义的药制过程 但是伟大的思想家 沃斯洛夫 在他的书 本人沒有解釋幼兒如何學習語言 但它證明了人們對這個課題幾乎毫無所知 直到今日幼兒如何學會說話仍舊是一大神秘 我不知道的是一個事實是 人的學習能力不一定要依靠五官知覺 又如又龍又核的海倫海勒 不僅學會了語言而且表現驚人的智慧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剝奪感官會嚴重干擾幼兒的學習 1920年代在德國孤兒院長大的一些嬰兒 缺乏有意義的接觸或嬉戲 使我們有機會了解人需要與他人建立特定的觀感關係 例如觸摸使人感覺有聯繫 才能在肉體上正常發育達到心理上的成長 另外就是幼兒的發展中有很重要的關鍵階段 若是剝奪或忽略他們的需求 就會阻礙他們的成長 為什麼學前教育如此被重視 這是幼兒早期教育的一部分不斷提供的刺激 發展幼兒與社會與心理能力 但是就像學習語言 兒童階段的學習大部分似乎是被動的 例如在幼兒學習言語之前 他們就開始學習心理學家所謂的自我界線 Ego boundaries 我們都知道初生至九個月大的 嬰兒不會區分他的手臂是 不是媽媽的手臂 他的手指不是爸爸的手指 這種學習似乎是不可選擇的 所以我們稱之為被動的 嬰兒嘗試分辨手臂手指時 還得花許多功夫 實際上 這種自我界線的學習正是意識的發展 因為在九月大的嬰兒身上 就可以看見自我意識的徵兆 在那之前如果有陌生人走進房間 嬰兒只會在他的宜男女平靜地探索他的自我界線 犯法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 但是約九個月大以後 若是有陌生人走進房間 嬰兒就會激動地哭入 他有了心理學家所謂的對陌生人的焦慮 因為九個月大的嬰兒察覺到 自己是一個分離的個體 非常弱小無助 易受傷害 從這種脆弱的恐懼 可以判斷嬰兒已經具有基本的自我認識 意識 判除自我意識而來的是對現實的覺察 能夠知覺與區分自己與他人的不同 被動學習 言語與自我界線似乎毫無痛苦 但這不表示所有被動學習都無痛苦 也許在一個兒童生命中也沒有被患劣的兩歲 更痛苦的階段了 憂兒兩歲大時 他已經很熟悉自我界線 但是還不清楚他的力量界線 所以憂兒會認為這是最美好的世界 他擁有無窮盡的力量 於是你會看到一個兩歲大的小孩 像小步軍搬 指示他的父母 兄者以及家中的狗 彷彿他們都是他私人王國中的幻物 然後事情就發生了 現在他可以四處走動 丟東西 把書本從架子拉下來 於是他的父母親就說 不幸你不幸這么做 Johnny你也不幸那么做 事實上不到十二個月的時間 孩子在心理上從一個四星常將貶為二等兵 難怪他感到沮喪與發脾氣 但是儘管環劣的兩歲多麼痛苦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階段 如果幼兒長到三歲時都沒有被那些羞辱所擊倒 那麼他就能踏出重要的一步 離開他的嬰兒自戀 這時候開始建立起佛樂母 所謂的社會化的基礎 社會化 佛樂母定義為學習喜歡必須做的事 學習喜歡必須做的事 在嬰兒階段 兒童也許會從事學習的活動 但通常是因為外來的壓力所致 像是家庭作業 考試成績與家人的期望 否則大多數兒童的學習仍是被動的 在我的書友善的說話中 八歲大的女英雄珍妮就是一個例子 他成長在一個健康的家庭 他的左右腦能夠均衡發展 旁人看他學習速度非常快 但是他完全不費任何功夫 他沒有刻意去詮釋事物 他只是順其自然 思考快速而非 在一個完整的家庭中 兒童主要的學習對象當然就是父母 兒童很自然地認為父母做事情的方式就是理所當然的方式 這在自律的情況尤其如此 如果兒童看見父母的行為能夠自律 兒童就會很自然無意識地做到自律 相對的如果父母的行為缺乏自律 兒童會認為這就是正確的方式 於是無法發展適當的自律能力 對於有些要求聽我的話但不要學我的行為的父母而言 聽我的話但不要學我的行為的父母而言 這種情況尤其明顯 雖然移動時期的學習是被動的卻是極為重要 如果夠幸運這個階段也是學習情緒與理性智慧的開始 許多人逐漸被說服相信 智慧只能由數理方式來測量 對於分析式的智慧 analytical intelligence 而言也許是如此 但是其他方面的智慧就會被忽略 尤其是那些包括抽象因素的智慧 例如自我認識同理心與社會意識 長久以來測量智慧的智商測驗 現在開始受到質疑 雖然智商測驗很管容 但也有缺點 其中之一就是智商測驗含有文化上的歧視 使得許多學生在學術上受到了誤判 也誤到了許多正式的測驗 因此有一項新研究指出情緒雙數 emotion quote 人對於情緒的掌控能力 也同樣能夠準確反映人的智力 我心有同感情緒智商的技巧是複雜 與多層面的研究中所述的一個情緒智商的例子是 能夠不貪圖一時之快 我在心靈地圖中曾經把他描述為 對於痛苦與快樂的順序安排 把痛苦的事先處理完之後的快樂才會更強烈 時代週刊曾已肯長篇幅報道這項研究 不令人驚訝地 這項研究也發現情緒智商的一個特性 是其他情緒技巧都要依賴的 那就是自我的察覺 自我的覺察 例如與自我覺察有關心理學家 談到了超情緒 metamood的重要 這是一種能夠抽身而出 反觀自己情緒的能力 不管是憤怒 羞愧 或悲哀 然後才採取行動 這也就是我在前一章 所談到的觀察性超自我 觀察性超自我 一旦覺察到情緒 就比較能夠適當掌握 這種自我覺察的能力非常重要 能擁有更多自我控制的能力 再一個強調左腦 括弧理智 勝於右腦 括弧直覺的文化中 所以智力的發展具有非常大的阻礙 無怪乎我們在兒童階段就體驗到情緒的麻木 學會了抑壓情緒 或完全關閉 對於情緒感到不自在的成年人 往往會批評兒童的情緒 或集備他們不要這什麼感覺 結果造成情緒覺察的抑壓的壓抑 結果造成情緒覺察的壓抑 無法應付錯節感或分辨壓力的原因 使許多兒童走上了破壞性的道路 包括飲食失調 欺負弱小 或其他反社會行為 因為他們缺乏成年人的引導來控制他們的情緒 我相信老師或父母應該教導兒童接受自己的情緒 這不表示兒童可以隨心所欲 互作非為 雖然兒童階段的被動學習在情緒與智性上都非常重要 智力性上都非常重要 成年後的主動學習才具有最終的重要性 如果它能夠發生 有些心理學家認為一旦到了青春期 傷害就已經造成了 不管好壞 人格就定型了 雖然情況時常如此 但不是絕對的 而且只要有決心 在人生的後四分之三時間可以做到最大的改變與成長 如史威夫特所言 人生的晚期是用來治療他在早期所掩患的所有餘行 偏見與錯誤的想法 成年後的主動學習不僅可能 也非常值得追求 成長與意志 第98頁 成長與意志 98頁 成長與意志 在某些方面我們清楚地了解成人如何主動刻意地選擇學習 我們所不了解的事為什麽 現在我們面臨人類意志的驚人神秘 我曾經說過某些人 例如我的家人 似乎與生俱來有堅強的意志 而某些人的意志似乎比較薄弱 這個問題從來沒有經過科學性的研究 我們不知道意志力是否有強弱之分 或者是否來自於 遺傳 或有多少是經過學習成長而來的意志力極為神秘 代表你心理學研究上的一個萬方地帶 在任何情況下 我相信堅強的意志是一個人 所能獲得最佳的兩項贈語之一 他或另一項是感恩的心 稍後會提到 我如此相信不是因為堅強意志能保證成功 有時候懂得其反 譬如希特拉 然而軟弱的意志幾乎確定會失敗 堅強的意志也就是神秘的成長意志 例如意志堅強的人在心理治療中通常效果較好 不管童年背景如何也不管機會多少 相對的缺乏堅強意志的人也許擁有其他的資產 偉大的觀念與才能 可是往往一事無成 然而如我一再指出任何恩切都是潛在的詛咒 堅強意志的缺點就是壞脾氣 只有意志堅強的人才會把歌與呼球扭轉在 扭彎在樹幹上 因為那該死的小球沒有照他的意志非行 以致堅強的人往往要花費許多功夫學習 控制自己的憤怒 在與心靈對話書中 我提到我常對病人解釋 軟弱的意志就像是在後院中養了一隻小牢子 他不會帶來太多困擾 除了偶爾著了你的屈甘香 但是他也無法幫助你 到頭來你也許會後悔這輩子 沒法去做你想做的事 堅強的意志就像在後院中養了一群馬 這隻馬匹巨大而有力量 如果沒有好好加以馴服 他們會衝到你的屋子 如果你能給予適當的馴服與訓練 配上馬具後你可以運用他們來而生 因此意志的馴服非常重要 但是為什麼要馴服意志呢? 你不能只是為了你自己馴服意志 必須要為一種更高的力量 意志與精神 Viu and Spirit Viu and Spirit 一書中第一章是 率性與任性 他說 任性代表著未馴服的人類意志 而率性代表著人類的堅強意志 願意行他人所不能行 遵循更高力量的召喚 談到了率性與更高力量之間的關係 我在心靈地圖中說 成長的意志基本上就像愛 我把愛定義為 願意為自己或他人的心靈成長 而犧牲自己成全他人 真正有愛的人是成長的人 我曾經說愛的能力是由慈愛的父母所滋養 但我也說父母的滋養並不足以解釋 為什麼所有人都有愛的能力 因此我相信人類愛的能力 也就是成長的意志 不僅是在兒童時由父母所滋養 也是在一生中由神恩由上帝的愛所滋養 但是我們面臨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只有少數人繼續表現出成長的意志 而多數人不僅抗拒成長 也抗拒伴隨學習而來的責任 雖然很神秘選擇成年後的主動學習與成長的意志 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決定 但是這種決定是什麼時候做下的呢? 再一次,這個課題並沒有經過科學性的研究 雖然應該要才對 我認為沒有證據顯示兒童階段就做下這個決定 但是可能會早在青春期 我曾經接到十五六歲的青年人所寄來的信 清楚顯示他們已經做下了決定 我的女兒們在上大學時就做了決定 選擇主修純科學與數學 儘管他們覺得這些科目很艱深 看見他們叫苦連天 我問他們為何不選擇主修人民科學 這些科目是他們所擅長的 他們卻回答 爸爸主修一些容易的科目有什麼意思呢? 很明顯地他們在某些方面的學習意志 是比當年的我要強多了 雖然成為學習者的決定 也可早在青春期就決定了 這不表示一定得在那時候發生 我知道有些人做下某個重要決定的時刻 也許是在三四十歲五六十歲或甚至在死前一兩個月 我也不認為是一個單一的決定 有些人雖然做了決定 但只是膚顯地進行 中期一生都沒有成為主動的學習者 有些人活了半輩子後才做下決定 而成為肯親切的學習者 肯熱切的學習者 有時候會在反省生命時發生 像是中年危機時 就我所知大多數的情況 這種決定需要重複地進行 於是決定會越來越堅強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談 我不記得什麼時候 我是第一次決定作個主動的學習者 但我記得許多次我選擇加強這個決定 我個人的作法是從經驗中學習 尤其是透過對我自己生命經驗的沉思 因此我把沉思描述為抽取一點點的經驗 然後榨取其最高的精華 這不僅是生命經驗的多寡 而是如何加以應用 我們都知道有些人完成了許多事業 似乎累積了許多經驗 但是看起來還是很幼稚糊塗 只是到處收集不同的經驗 而不從這些經驗中 學習有關自己與世界的知識 這些經驗就毫無價值可言 因此很重要的 我們不僅要察覺外在的經驗 也要覺察內在的才能增進心靈的成長 因此學習的意志大部分是要向內關照學習 哲學家其刻果曾經很準確地指出 一個人也許能達成經人的偉業 了解深奧的知識 但是對自己卻一無所知 失敗與痛苦能夠引導一個人向內心擦醒 能夠擦醒醒擦 那麼就在他的內心開始了真正的學習 一個奉獻級學習與成長的意志 就是配合了上帝意志 意志的意志 但不表示這個人 覺察這個事實 或把自己視為與事物看不見的秩序和諧一致 他也許會自以為是個無神論者 許多不把上帝當成更高力量的人 也會願意把自己奉獻給他們認為給自己更偉大的事物 也許是愛、光明與真理的觀念 當然所有這些特質到最後都與上帝有關 我的看法是這些人經連累月奉獻自己的意志來學習與成長 最後他們幾乎不可避免會落入上帝的手中 他們的靈魂就會與滋養他們的造物主建立起關係 擺脫自戀 101頁擺脫自戀 擺脫自戀 我們都聽過一些非常自我中心的人 覺得世界若是缺少了他們就無法繼續存在 至於其他人也許不會有這麼深的自戀 但是對於我們每個人而言 最困難學習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承認 這世界不是單單圍繞著我們任何一個人傳轉 我先前把自戀視為一種思想的失調 在尋找石頭書中 我說我與太太利利使用保密的電話號碼 以及種種安全措施來保護我們於世界中的自戀者 在十幾年前我們還沒有使用者寫保護措施時 電話會時常在清晨兩點響起 聽筒另一端是個陌生人 想要與我討論我書中這些細節問題 我抗議到現在是凌晨兩點呢 那人解釋到在加州現在是十一點 何況現在電話費比較便宜 自戀者無法或不願考慮到他人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自戀者 健康的人會成長脫離天生的自戀 但是唯有先提升意識 學習為他人設想 這種成長才能發生 成長與學習相互相成 我們越是學習 意識就越能提升 我已經說過 《頑劣的兩歲》是兒童脫離 嬰兒自戀的第一步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失敗 無法擺脫自戀 但我有很強的理由懷疑這種失敗 是開始於頑劣的兩歲 這段危脆弱充滿羞辱的生命階段 父母在這段時期要盡可能對兒童溫柔一聲 然而不是所有父母都做得到 在頑劣的兩歲或兒童成長階段 為了使孩子信蟲 有些父母會不自覺地羞辱自己的子女 遠超過必要的程度 我認為無法擺脫自戀就是根源於這種過度的羞辱 經歷過過度羞辱的兒童 會絕望地抓住一個自我中心的世界觀 因為他們也許真的感覺 不這樣就活不下去 在一個充滿打擊的階段 自戀是唯一能夠提供安全感的事物 由於他們經過羞辱後的自我變得非常脆弱 於是開始把生存與自戀的世界觀相提並論 雖然我們是在頑劣的兩歲時踏出遠離嬰兒期自戀的第一步 並不表示這是唯一的一步或最後的一步 在青春期時常可見到老莽衝動的自戀 例如青少年也許從來不會考慮到人家也需要用車 不過有些人也可能在青春期踏出第二大步 我在真誠共識 真誠共識 中說明了一個轉類點的例子 是我自己在青春期的經驗 十五歲那年一天早上我走在住宿學校的路上 看見五十馬外有一個同班同學 他朝我走來我們碰面後聊了五分鐘然後繼續走不同的方向 走了一段路後感謝上帝的神恩我領受了一個天啟 我突然覺察到從我看見同學到最後分手的十分鐘之間 我一直沉溺在自我之中 碰面前兩三分鐘 我們腦子想的是我要說什麼聰明話來使他佩服 我們談話的五分鐘內我聽他說話 只是為了能有更聰明的話接下去 我看著他的臉 只是要看我的話對他產生什麼反應 在我們分手後的兩三分鐘 我所想的是有什麼更聰明的話我沒有說 我一點也不在乎同學有沒有注意到他是快樂或悲哀的 或我能說些什麼是他的心情不那麼沉重 我所關心的只是他能襯托我的智慧反應出我的光榮 上帝的神恩不僅讓我知道我是多摩自我中心與自我沉溺 也讓我知道如果我繼續發展這種意識 最後不可避免會變成一種空虛孤獨的人 所以十五歲那年我開始對自己的自戀宣戰 但那只是個開始自戀非常頑強 他的觸覺隱約而無遠忽界 我們必須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斬斷他們 而且在一路上會有許多陷阱 仗是為自己的謙虛感到自豪 意識成長後就會比較不自戀 對他人比較關切 但是回顧起來我們 我的悔恨之一是 我不夠關切自己逐漸連邁的父母 等到我自己開始面臨年老的過程時 我才比較了解父母所經歷的痛苦 現在我對他們的感情遠超過以往 學習擺脫我的自戀曾經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課題 再次回顧起來婚姻則是我最偉大的老師 在誠實共識中誠實共識中 我說剛結婚時由於我的自戀作崇 一直到兩年後我才明白你們不是我的附屬品 婚姻關係中的摩擦使我增開了眼睛看清楚我的問題 最初我會為這些狀況露火 當我需要他時他卻不在家 而當我想獨處時他卻在家中炒我 我慢慢明白這種埋怨多半由於我心裡的怪異假設所造成的 我假設你們應該隨時都能回應我的需要 而當時機不對時他就應該消失不見 更過分的我假設他應該知道我要把什麼時候走 後來有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我才能夠徹底消除這種瘋狂的毛病 這只是開始我與利利的婚姻能夠幸存下來 因為我們倆基本都是善於體貼的人 但在開始時我們的考慮相當原始 大多與自己的形象有關 我們想做好人 而做好人就要考慮周到 我們知道考慮周到的金科玉律師 要別人枕代你你就要枕代人 所以我們努力希望被對方代的方式來對待對方 這並不十分有效事實是 我與利利就像大多數的伴侶 結婚時都有輕微的自戀狂 雖然不像凌晨2點打電話來的人 我們相當有禮貌 但是沒有智慧 因為總是全著自戀狂的假設 其他人都像我們一樣 否則就是有問題 我們的最後學習到 金科玉律只是一個開始 要成長必須學習便認與尊重對方的異相相 相義的確 這才是婚姻的高級課題 所教導的是 要別人枕代你你就要枕代人 方法是你是處於對方獨一無二的處境中 這不是容易的學習 經過了60年 你們與我仍然在學習這個道理 而且是常將是初學者 我們知道彼此的相義 創造了婚姻的滋味及智慧 因為你們與我不一樣 當我們湊在一塊時 諸魚養肉子女 安排開支 計劃假期等等 結果都會被一個人來得聰明 所以擺脫自戀容許合作的過程發生 讓兩個人能夠一起 貢獻智慧與力量 自戀與自愛 105頁 105頁 自戀與自愛 自戀與自愛 我們就面臨了一個矛盾 擺脫自戀 擺脫自我中心與過度的重要感 是生命中的要務 同樣重要的 我們也要學習認識自己的價值 謙虛就是真實地認知自己的本來面目 我認為這非常重要 認知自己的好與壞 好些人也許會誤解 以為我們應該要強調自己的缺點 壓低或完全忽略自己的優點 結果表現出一種虛假的人格 即使再適當 也無能接受他人的恭維或肯定 更進一步 我們必須區分自愛 我覺得事件好事 與自尊 我覺得通常很有問題 如我在心靈與心靈對話書中所言 這兩者常被混淆 因為缺乏足夠的智慧來表達這些現象 我希望以後能夠發明更適當的新字眼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目前只能使用舊的來說明 例如有時候我們的行為不當 如果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是不對的 不從中學習教訓 加以更正或彌補 那麼問題主要是在於自尊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以自愛做為出發點 正確的作法是承認自己的錯誤 必要時譴責自己 同時也了解失敗中 失敗不足以斷定個人的價值 失敗的經驗讓自己明白個人並非完美無缺 這樣的經驗對個人的成長很重要 因為自愛需要能夠明辨自己的缺點所在 所以堅持要永遠感覺自己很好 堅持自戀及自尊 與堅持把自己視為重要與有價值的 健康的自愛有天樣之別 了解與加以區分是健康心理的先決條件 要成為健康人必須付出代價 偶爾把自尊各在一旁 不需要一直感覺自己很好 就算不需要維持自尊 也應該能夠愛自己 看重自己 大約二十年前我診療過一個十七歲的年輕病 還他從十四歲起就自力更生 有一次診療時我告訴他 傑克你最大的問題是你不愛自己 你不看重自己 當天馬上在暴風雨中 我從康乃迪克州開車到紐約 公路上大雨傾盤能見到極差 我甚至看不見路上的黃線 雖然我狠累 注意力仍需必須集中在路中央 因為只要注意力一換散我就會出事 所以在這趟九十里路的旅程上 我一片又一片告訴自己 這兩小金龜車上載著非常重要的寶貝 這個貴重的寶貝一定要安全抵達紐約 結果平安抵達 三天後回到康乃迪克 我見到這傑克 就知得知就在那場風暴雨中 他的車子衝出了路面 儘管當時他沒有障礙那麼累 開車距離也沒有那麼遠 幸好他沒有嚴重受傷 我不相信他這麼做是有秘密自殺的傾向 缺乏自愛會導致自殺 而是因為他無法說服自己相信 他的車內載著一個貴重的寶貝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一位女士在心離地圖 剛出版後他來找我 他必須從紐約西州遠到前來我所居住的 康乃迪克州 這位女士幾乎一輩子的時間都待在基督教會中 他在教堂裡長大 甚至嫁給了一位同事 頭一年我們每周會診一次毫無進展 有一天他一開口就說 今早在開車來的這女的路上 我突然明白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靈魂的成長 我唱快大笑起來因為他終於開竅了 我的笑也是因為荒謬 這個女人來見我是因為他喜愛我的書 他願意每周開六小時車來就診 他願意一輩子都貢獻給教堂 我一直以為他已經知道 要讓他自己的靈魂成長 然而他到後來才知道 我懷疑許多人也不知道這個道理 一旦他明白了這個道理 他的成長就非常神速 我看自己比較能夠相信自己值得所做的一切努力 例如決定接受心理治療爭脫束縛 成長或花時間注意安全小心行事 由這些事都可以知道自己是否看重自己 如我在心靈地圖中所寫的決定之外的主要因素 原始於是否被父母看重真心愛你 總是你的存在 這因素決定了往後對自己的看法 在年幼天真的歲月裡 建立價值感是一件很重要的功課 我曾經對非常缺乏自我價值感的成年人感到悲觀 我曾說這種人需要發展出健康的價值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現在我知道少有兩種方法 至少有兩種方法 可以讓許多人許多在兒童時期未能學會看重自己的人 重新建立自我的價值感 方法之一是長期的心理治療 過程中心理醫生時常會成為父母的替身 以持續表達對病患的重視來得到治療的效果 經過長期的治療成功後 我從病患那裡最常見的反應是 派特醫生你讓我覺得我比原來的自己重要多了 有另一種方法 有時候上帝會 上帝似乎會直接干預人的生命 吸人一種價值感的啟示 雖然充滿感激與謙卑 這種經驗的力量也會使受惠者感到困惑與敬畏 多年之後他們仍然會質疑為什麼上帝選我 因為他們仍然不知道自己有什麼資格蒙受這種恩寵 這種神恩的確是一種震撼的經驗 一個長久以來貶抑自己 貶低自己的人突然得到神聖的天啟 了解自己的重要性 雖然我沒有在非小說的著作中描述這種經驗 我有些病人與朋友曾經體驗過 自我價值感的極大改變 這些天啟有時候發生在惡劣的生命經驗中 有時候在生命遭受威脅時 譬如一名處於被虐關係中的女人決定看重自己 離開他的伴侶 我在我寫的兩本小說中描述過這種例子 在窗邊之床中六十歲的養老院行政人員關西蒙頓 小姐就領受了上帝的啟示 環有在天堂塵世中處在煉獄裡的替沙 也有相同經驗 這兩個故事雖然都是虛構的 但是他們反映了我的朋友 所告訴我的真實經驗 自戀死亡與學習扶死 人類與生俱來的自戀是種頗複雜的現象 部分自戀對於人類求生本能是有必要的 但是未加節制的自戀是心理疾病的前兆 健康的心理發展是要逐漸成長脫離自戀 未能擺脫過於自戀的心理 這種人雖然極為常見 也極具破壞性 前瞻死亡與肉體死亡的過程 是促使心理成長最有力的刺激之一 當心理醫生談到自尊受損事 我們稱之為自戀性傷害 在各種自戀性傷害中 死亡的震撼性最大 我們是常性受著許多的自戀 我們是常性受著許的自戀性傷害 例如被同學說憤 在校隊選物中陪伴沒助 經陪沒助 申請大學遭拒絕 被老闆批評 被解僱 被子女排斥 在這些自戀性傷害下 如果不怨天猶人 就必須成長 但是死亡是最大的傷害 沒有任何事能夠被貧臨死亡 更能威脅到人們的自戀與自責 所以很自然 人們會畏懼死亡 以及任何與死亡 殲到哪些事物 有兩種方法可以應付這種恐懼 也就是平常的方法與聰明的方法 平常的方法就是不去想他 限制自己的知覺 聰明的方法是盡早去面對死亡 這魔造能讓大家明白一個相當簡單的道理 就將人們能夠克服自戀 人們也能克服對死亡的恐懼 這魔造能夠這魔造的人 死亡將會成為一種最大的助力 幫助心理與心靈成長 他們想 既然我要死了 為什麼還要繼續醫戀救治我呢? 於是他們開始一趟通往無我的真旅程 這不是一趟輕鬆的旅程 但是值得一遊 因為當更進一步消除自戀 自我中心與自我重要感 就會發現自己不僅是更不害怕死亡 就會發現自己不僅更不害怕死亡 也不畏懼生命 這就是學習愛的基礎 不再感覺需要時時保護自己 就能夠轉移目光照顧到他人 於是開始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 漸漸忘記自己的存在 於是回憶起上帝 在生命的微細末節也能發現他的存在 他的宗教一再告訴人們脫離自戀之道 就是通往生命意義之道 他們的基本信息就是學習死亡 佛教與印度教以自我超越來說明這個道理 對他們而言自我的觀念是一種幻覺 耶穌的說法則比較平易近人 凡是拯救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執著於自戀的人必會失去生命 凡是為我放棄生命的人必會找到生命 論死亡on death and dying 這本經典之作的作者 傅伯勒羅斯 是為 膽敢 詢問人們貧臨死亡經驗的科學家 他發現死亡的過程中有五個情緒階段 他也發現經歷這些階段 是按照以下的順序 否認憤怒討價還價 沮喪與最終的接受 在第一階段否認中 人們也許會說 化驗室一定把我的檢查與別人搞錯了 不可能是我 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但是否認不會持續狠狗 然後轉為憤怒 他們對醫生憤怒 對護士憤怒 對醫院憤怒 對親戚發怒 對上帝發怒 當憤怒也毫無效果時 他們開始討價還價 他們說 也許我回去上教堂 開始祈禱 癌症就會消失 或者也許我對孩子好一點 我的腎臟就會痊癒 而當這也沒有效時 他們開始明白 沒有希望了 他們真的要死了 這時候他們開始沮喪 如果能堅持下去 執行心理醫生所謂的沮喪任務 他們就能夠牛出頭來 進入第五階段 接受 這個階段 心靈充滿了平靜與安寧 甚至還有光明 接受死亡的人內心自有光明 彷彿他們已經死亡 然後在心靈上重生 這是一件美麗的事 但是非常少見 大多數人死亡時沒有到達這種接受的階段 他們死時仍停留在否認憤怒 仍然在討價還價、沮喪 且是因為沮喪的任務是 折磨痛苦與艱難 當碰上沮喪時 大多數人會撤退到否認或憤怒或討價還價 此色階段的歷情並不一定完全符合 富柏勒羅斯的妙術 但是他們不僅適用於死亡所引起的情緒反應 也適用於生命中所有與寫氣舊集有關的學習 也適用於生命中所有與寫氣舊集有關的學習 寫氣與彈性 111頁 我曾經寫過與女兒之間所發生的一件事 讓我體驗到寫氣舊集在成長上的必要 有一晚我決定要多花時間與女兒建立更親近的關係 寫氣與彈性 111頁 寫氣與彈性 我曾經寫過與女兒之間所發生的一次事件 讓我體驗到寫氣舊集在成長上的必要 有一晚我決定要多花時間與女兒建立更親近的關係 當時她十四歲 好幾個禮拜來她都炒著要我和我下西洋棋 所以當我提議後她因然答應了 我們開始要一盤世君力敵的好棋 但是第二天她得上學 所以到了九點女兒要我下快一點 因為她要上床睡覺了 早上六點她就必須起床 我知道她在睡眠習慣上有很嚴格的紀律 而我覺得她應該可以放鬆一下 於是就告訴她 別這樣你可以晚一點上床 你不應該叛徒而廢的 何況我們正下得高興 我們又下了十五分鐘 她開始明顯地不安起來 然後懇求說 拜託爸爸快點下啦 不該死我回答 下棋是嚴肅的遊戲 要下得好就不能急 如果你不好好下 就乾脆不要下 於是她愁眉苦面地又下了十分鐘 然後放聲大哭 叫著說她認輸不玩 這個笨遊戲了 然後哭著跑上樓去 我第一個反應是否認 denial 想想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女兒只是有點情緒化 當然與我無關 但是否認沒有用 事實是 這個晚上與我所打算的完全相反 所以我下一個反應是 憤怒 我氣女兒如此 不知變通 不肯犧牲一點睡眠時間來 建立親子關係 都是她的錯 但是憤怒也沒有用 但因為我自己的睡眠習慣也很嚴格 所以我想我應該跑上樓 對女兒說對不起甜心 請原諒我的頑固好嗎 我知道我在討價還價 這只是一個廉價的道歉 我開始明白我真的搞誇了 一開始是我要以淚而共享 發落時光 九十分鐘後她氣得大哭 說話都不出來 到底出了什麼錯 我開始感到沮喪 雖然不肯情願 行好我面對了沮喪事實 我知道我搞誇了這夠明晚 因為我讓贏其的慾望勝過了親子關係 這時候我是真心感到沮喪 我怎麼會如此失去平衡 我知不知明白我想贏的慾望過於強烈 我必須放棄一些這種慾望 但是連這種小小的放棄都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這輩子都很好勝 這種態度也為我贏了許多榮譽 下棋怎麼可能會不想贏 我向來做事都要求全力以赴 要全力下棋卻不求勝怎麼可能 但是我必須改變 我知道我的好勝與認真會使孩子與我日益疏遠 如果我不修正這種行為模式 不必要的眼淚與怨恨還會發生 我已經放棄了部分在遊戲上求勝的慾望 那一點小小的沮喪已經消失了 我以一個成功父親的慾望來扼殺在遊戲上求勝的慾望 當我還是小孩時求勝的慾望對我肯有幫助 現在身為人父 我明白他反而阻礙了我 我必須捨去他 我以為我會想念他 其實一點也不會 成熟的健康心理健康是具有彈性的 成熟健康的心理健康是具有彈性的 我們必須嘗試在互相衝突的需求目標 責任與義務中保持微妙的平衡 這種平衡的紀律就是要能夠割寫部分舊集 考慮新的可能性 雖然堅持舊集可以逃避割寫的痛苦 這種作法也許很奇怪 但是考慮到其中所造成的情緒痛苦 就顯得情有可原了 割寫是最痛苦的人生經驗 割寫部分的自我 也許是放棄人格的特性 歷史悠久的行為模式 熟悉的意識形態 甚至整個生活形態 這種痛苦是難以承受的 但若要在生命的旅程上行千里路 達到最高的成熟與心靈成長 這種割寫是必須的 我們最大的恐懼事會變得徹底空虛 這是絕對空無 什麼都不是 所產生這一種的恐懼 儘管轉變象徵了舊有的方式 死亡 但也創造了空間 容許新方式的誕生 我怎麼說都無法 強調面臨死亡的五個階段 對於舍氣構集性與迎接新學集的重要性 不僅個人會 時常經歷這五個階段 團體甚至整個國家都會經歷 例如美國在越戰時的表現 1963年與64年 逐漸有證據顯示 美國對越南的政策不管容 當時美國總統反應是什麼 否認 會說什麼問題 只要再送進幾支特總部隊 花幾百萬美金就行了 到了1966年與67年 繼續有證據顯示 美國的政策不管容 而且有嚴重的問題 美國政府的反應是什麼 憤怒 於是出現了報導 陣亡人數的新聞 還有美來穿大屠殺 以及殘酷 酷刑折磨 美國軍隊把越南轟炸得像 要在那裡見停車場 到了1969年與70年 有許多的證據顯示 美國的越南政策是一大失敗 美國政府的下一個反應是 討價還價一番 接下來選擇性地 這裏轟炸一下 那裏停戰一下 以為這樣能促使北越走上譚撥桌 結果還是失敗 當時有些美國人 因為參與越戰而 離患了沮喪症 美國政府卻讓大部分的人 相信他們是以討價還價 和談的方式來結束越戰 其實美國是被打敗了 美國軍方帶了 約五十萬人士兵 落荒而逃 以國家立場而言 當時沒有因為這場悲劇 而進行沮喪的任務 所以美國人民幾乎沒有學到任何教訓 只有到近幾年 也就是二十五年後 才似乎有一點證據顯示 政府進行了部分的沮喪任務 能夠在國際上表現出 些許人道精神 我們必須時常清除 調舊的才能學習新的事物 這可以是個人的或團體學習的過程 在不同的古聲書中 我花了一些筆墨描繪這種逃空的過程 為做為建立團體共識的階段之一 這個階段是學習中很重要的階段 一個經歷逃空階段的團體 看起來像是一個垂死掙扎的生物 這個階段雖然痛苦 也是在這個階段中 團體終於下定決心學習 也就是下定決心捨棄過時 阻礙與無效的雜性 當個人或團體經歷痛苦時 時常會感覺痛苦將永遠持續 但是在生命的循環中 總是會有機會重生 在死亡與改變之後的重生 其基礎就是希望 所以沮喪階段之後就是接受 有一次在演講時 有聽眾問我 長期的婚姻關係是否 會經歷這些階段 我說當然會 當伴侶之間的差異開始浮現時 兩人首先的反應是否認這些差異 否認兩人已經不再熱戀 當不能夠繼續否認下去時 會對伴侶的差異感到生氣 當憤怒也不管容 我們的伴侶沒有改變時 我們就開始討價還價 如果你那麼改變 我也會這麼改變 等這也不管容時 就會出現沮喪 婚姻這時似乎急急可危 此階段的婚姻關係 如果能夠撐下去 時常需要許多年時間 在我與利利的婚姻中 這個階段幾乎為持續了二十年 才能學會 接受自己的伴侶 在我與利利到達一種比較浪漫之外 更偉大的關係 甚至幾乎接近神聖的榮耀境界 但是許多人似乎相信 經歷這些階段的婚姻必然有問題 為彷彿長期的關係中 必須毫無摩擦 事實上 這是我們必須克服的一個妄想 我想起一位女性朋友 曾經對我說 斯考特我很喜歡尋找石頭這本書 但是他的內容很悲哀 我不確定他指的是悲哀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想他會覺得悲哀 因為他相信婚姻不應該經歷我在書中所寫 那些困境 但是我相信尋找石頭是一本關於勝利的書 承言盡管利利與我所經歷的一切波折 妄想的死亡與信任接納的重生 我們到了一種更高層次的了解 但是我們倆都從未想到的 所以死亡之後就是重生 而重生剛開始時也許會像死亡一樣痛苦 在第一章裡我描述我的許多病患 將會經歷一種治療性的沮喪 治療性的沮喪 這是當舊的方式已不再有效 而新的方式又似乎艱難無比 他們無法後退又不願意前進 因為新方式看起來非常冒險 我在窗邊之床描述過這種冒險 書中的海遊在治療過程中做了大膽的決定 要放棄他與男人的不良關係的模式 而嘗試新的相處方式 這兩種過程無法分割 但是嘗試新的會像拋棄 舊的一樣令人感到恐懼 所有的探險都通往未知 學習就是一場探險 我們一定要嘗試其中滋味 如果總是知道方向與路徑 知道一路上看見什麼 那就不是探險 害怕未知是人之常情 而且也是很聰明的作法 探險時會有一些恐懼 但是從探險中才能學習到新的出人意料之外的重要意義 是學習為探險116 是學習為探險116頁 是學習為探險 接受心理治療是生命中偉大的探險之一 有一個我姑且稱她為譚美的女子 她在20歲內時經歷到威脅生命的強烈沮喪感 促使她前來尋求幫助 她的沮喪根源是很典型的完美主義妄想症 完美主義妄想症 在譚美年輕的生命中 她不知不覺發展出不實際的標準 誇大別人對她的期望 完美主義的種子通常很早就被災下 結果傷害極大 就像很多同樣病症的案例 談起成長於凶酒的家庭小時候 她就被迫擔起許多成人的責任 她的母親深受沮喪於凶酒之害而盈餘呼目死灰 父親又不常在家 為了支撐家庭她必須幫助扶養弟妹 這表示她當然沒有多少自己的生活 家庭混亂的使學校成為譚美表現的地方 只要在學校裡她能夠得到兒童所需要的滋養 而不是去扶養弟妹 於是她的學業表現結出成為家裡唯一一個大學畢業生 雖然沒有明白表示譚美認為完美的意義是她能夠事事盡如人意 而她覺得家裡對她的期望是不僅要事事盡如人意 而且要隨時如此 這是一種壓力極大的生活標準 在內心深處譚美知道自己不可能達成這種完美的標準 但是為了維持這種假象她發現自己很困難承認自己的局限 這種外來與內在的壓力最後造成身體的失調 也使她承受著長達數年的強烈焦慮 在某個時候譚美考慮自殺 但是沒有付諸行動 在長期心理治療中她知道自己最喪的主因是 試圖達成過高的標準 而缺乏對自己真正的認同 雖然表面上她似乎很有自信與獨立 但是她的自我形象主要是配合其他人對她的期望 心理治療初期譚美的談話內容 但都圍繞著一個主題 她覺得自己是個受害者 她滔滔不絕地抱怨別人對她的作為或虧欠 經過一個月的腦調重彈後 她開始考慮到在這種被害者的局面中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這時候她經歷了一致氣劇化的轉捋點 她明白自己足夠擁有選擇權 同時也承認自己有某些局限 儘管家人仍然想要把她捧得高高的 因為她是家裡唯一上大學的 當她停止像長篇大論地談及他們 而且開始談及自己的感覺 使用我來發言時 她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個人力量 有一次談到以前有個曾經佔她便宜的男友 她很困難地承認不僅哪個男友試過混蛋 而且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她自己一直付出 樂意被佔便宜 還未繼續察覺到她從童年時就使用的模式來 擔當家中的拯救者與烈士 她明白成年後的她仍然繼續使用這種自我形象 更令她驚訝的是發現自己竟然以這種心理上的犧牲為樂 身為家裡的救星與事事 如人意的女友 使她的自我感到驕傲 但是她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回顧起來她未能夠承認至少她被動地助長她的困境 然後她開始感覺受到利用對她的家庭朋友與前任男友感到憤怒 但是更複雜的是她有時候會感到內疚 畢竟是她的問題與家人的貧困 低教育程度比較起來 似乎顯得無足輕重她的男友們也不如她 譚美的治療一漸進步她決定要重新定義對自己的合理期望 我明白犯錯只會使我更有人性而不是徹底的羞辱 我了解不完美並不表示我一無可取 這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有許多灰色區域 我知道即使犯錯我仍然能夠看重自己的優點缺點所有一切她說 然後笑了起來 就算她所認知關於自己的壞事 很會令人沮喪 但是她也能夠帶來提升 明白自己真正的力量 在治療過程中認知自己的好事 當譚美逐漸放鬆對於完美的執著 她對自己的批評比較不刻薄 有一次治療時 我要她把自己想成一個小孩 她哭了起來 對自己產生了認同 這是一次淨化的經驗 她學會讚美自己能夠熬過如此困難的童年 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生活 更大的突破是她明白了完全主義不健康要求 她明白了完美主義的不健康要求 使她無法承認自己需要感情上的支持 也許不是我家人或朋友不願意幫助我 也許我不容許他們這約摩做 因為我看起來一無所需 她說 於是她決定偶爾向她人尋求幫助 藉此來練習那段 克服她習慣於給予而無法接受幫助的障礙 有一天她非常興奮地告訴我 有人當面讚美她既聰明又美麗 而她能夠很優雅地回答謝謝你 沒有急著找理由反駁這項讚美 當譚美剛來治療時她感覺自己沒有其他選擇 我非常迷惘身心俱疲 她曾經借摩雪 但是她發現治療過程相當有幫助 甚至在心靈上感覺換言一身 當我能夠覺察自己的局限後 我就不再期望自己能滿足各方面的要求 現在我比較能夠在重要的事情上全力以赴 讓其他人分擔自己的責任 我不再感到整個世界都在我肩上 她說 回相起來我覺得自己必須時事供親的作法 實在是太自大了 現在我學會自身幕後 不再需要去照顧所有事與所有人 這真是一大解脫 因斯特構之與海森林海賊合著的不求完美的心靈 不求完美的心靈 The Spirituality of Imperfection The Spirituality of Imperfection 一書中 清楚梅述了 譚美這類人從完美主義中復原的過程 將他這樣的人一旦面對自己局限的真相後 就會在心靈上變得更為覺察 從羞辱中得到清晰與真實 有時候很難區分到底是勇氣或絕望 身陷谷底後的拼命之力 促使一個人走上心理治療的冒險之途 我想起一位我認識僅次於耶穌的最偉大道士 十三世紀的回教神秘主義者奴蜜 J-A-L-A-L-A-D-D-I-N-A-R-R-U-M-I 奴蜜 所說的話 生命的進化反映著需要 所以增加你的需要 因此我相信承認需要就是一種勇氣 當需要滑滑絕或絕望成為一種動力時 仍然要有勇氣才能接受心理治療 因為那是真正踏入未知的一步 病人把自己暴露給心理醫生 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挑戰 在心理治療中把自己開放給挑戰時 他們不知道會學到什麼 但是他們通常知道自己將發現一些壞事 在我診療的經驗中 病患的確會知一些無法預料的壞事 但是他們也會發現一些關於自己的好事 我會對一件事感到驚訝 那就是人們對於勇氣是多麼缺乏了解 大多數人以為勇氣就是不恐懼 不恐懼不是勇氣 不恐懼是某種腦暴的病變 勇氣是儘管恐懼與痛苦仍然向前邁進 當你能夠如此時 你就會發現克服恐懼不僅使你更堅強 也是邁向成熟的一大步 當我寫心靈地圖時 我從來沒有說明過成熟的定義 但是我在書中描述了許多成熟的人 在我看來 不成熟的人最大的特徵是他們總是坐在那裡抱怨生命 沒有滿足他們的需要 相對的少數成熟的人 則視之為自己的責任或甚至機會來達成生命的需要 的確當我們明白一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 都是為了在生命旅程上教導我們 我們就能以完全不同的觀點來看生命了 面對生命最終極的挑戰 最需要成熟與獨特的觀點 我只知道一種挑戰比心理治療還可怕 最終的死亡 不管我們信仰是什麼 我們都無法確定 確知當死亡的挑戰結束後 我們會在什麼地方 這是多麼大的未知 由於死亡構成了生命最偉大的冒險 所以不令人意外的 死亡不僅是我們最後的學習機會 也是我們最大的學習機會 在我的行醫生涯中 我發現治療憑死的人最有滿足感 也許聽起來很矛盾 但是這些面對死亡的人 也許能夠覺察到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說也許 因為這種察覺覺察是一種選擇 如我所說過的 大部分人的選擇否認面對死亡 或歸於宗教的故事 也有劇烈的懺悔 原諒與和解 我們聽到這些故事 因為他們是真實的 成言 這個科題是如此重要 我在下一張 某個人的生命抉擇中 會繼續討論 讓我們先簡單地說 只有選擇學習的人 才能選擇好好的附死 他們把學習視為生活的中心 如保護的屏障般重要 選擇好好的附死 是選擇好好的生活的基本條件 價值觀與學習選擇 一二一頁 價值觀與學習選擇 一二一頁 價值觀與學習選擇 在我們的學習中 有三個主要因素 態度、性情與價值觀 態度、性情與價值觀 雖然彼此相關 但可以被分開討論 每一項都是單獨而有價值的學習項目 態度是一個人學習得來的氣質 以及對事情的一般看法 無神論者對於宗教的態度 會影響他對事物的知覺 一個有膚淺宗教信仰的兇酒者 對於匿名戒酒會協會 AA也許會持否定的態度 因為協會中放棄自己力量 放棄自己力量的觀念 對他依然是一種洩毒 至於態度在何種程度是學習得來的 何種程度是天生的 這很難判定 但我們有理由相信 態度大部分是由環境所滋養的 所謂態度問題 通常是思考不完善或感覺排斥否定所造成的 當我們有正面積極的態度 通常也會有良好的學習 例如如果你總是覺得必須要防衛或保護自己 懷有恐懼的態度 你通常就無法坦然學習某個課題或經驗 因此 學習時必須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態度 質疑他們的地位 當然我們無法時事如此 但是就像病患會找出時間接受治療 我們也要找出時間來質疑 思索自己的態度 在安全的氣氛下大膽進行 性情是指人格的生理部分 存在於基因中 這就是為什麼當幼兒還小時 花許多時間與他們相處的父母 能夠相當準確地評估出某個兒童對事情的反應 至於性情是在那個年紀時才無可改變地建立或者是與生俱來的這形代爭議 價值觀是我們覺得重要的特質 我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會影響所做的決定 以及在生命中所能察覺到的選擇 由於我們無法學得一切知識 就得不斷面臨選擇 根據覺得最有價值的特質來做決定 所以每個人必須抉擇 要學什麼 當然這是假設我們已決定要去學習 正如回教的蘇菲薩哈所說 光是學習 光學習是不救的 首先要決定學習什麼 不學習什麼 何時學習 何時不學習 以及向什麼人學習 不向什麼人學習 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專注的學術學習 也適用於生命的經驗 選擇我們花下時間與注意力的對象 莎哈所指的是優先順序 而我在我的祈禱時間中 花在處理優先順序的時間最多 有些優先順序是關於學習什麼或不學習什麼 我最重要的選擇是關於價值觀 例如在我的優先順序上 正值佔有非常高的地位 在心靈地圖中 可以看出我的另外兩個主要價值 是對於真理與現實的專注 以及接受適當的責任 在接受責任的課題上 最重要的是接受伴隨學習而來的痛苦 最重要的是接受伴隨學習而來的痛苦 對於真理的專注是我身為科學家的責任 我們所謂的科學方式 只不過是一系列的常規與步驟 是人類經過幾世紀發展出來的 用來克服自我欺騙的人性傾向 運用這套方法是為了追求某種 遠超過理智或情緒舒適的事物 也就是真理 因此科學是一種神福於更高力量的活動 故當然有些科學家的自我會阻礙真理的追求 我相信上帝是更高力量的象征 光明、愛與真理 於是所有對於這些價值的追求都是神聖的 所以科學雖然無法回答所有問題 但是在適當的情況下科學是非常神聖的活動 亨利路易士的書《關於價值觀的一個問題》 A question of values 說明了人們有許多不同的價值觀 每個人根據不同的價值觀做出決定 並且詮釋世界它把這些價值觀氛圍、經驗、科學、理性、權威與直覺 路易士不確定人們是在什麼時候選擇自己的價值觀 也許那根本不是選擇而是某種天生的 如果是選擇那似乎是在潛意識或被動之下做的選擇 也視而同期 不管如何 我們成年後仍然擁有力量 可以重新衡量自己的價值觀與優先順序 身為經驗主義者 我強調經驗的價值把經驗視為通往知識與了解的最佳途徑 但是路易士更進一步談到了綜合價值系統 Hybrid Value Systems Hybrid Value System HYBRID 對我而言 這是他書中的精華 如果人們能覺察到自己的主要價值觀 那麼在成年階段就可以刻意培養其他的價值觀 例如在我小時候聖經的權威對我而言不是很重要的價值觀 即使在今天我仍然不認為聖經的權威是完美的 但是我肯樂意去研究他、學習他、把他派上用場 也是在成年後我刻意選擇學習利利的直覺天賦 這是我年輕時沒有嘗試過的 就像我推崇使用左右腦 因為這樣學習就不止一種方式 我也推崇使用多重的價值觀 盡可能去發展複雜的綜合價值系統 於是我們回到了整體性的課題上 不像小孩子、成年人可以藉著有意識的選擇來達到整體性 有些人覺得他們很適合學習知識或實際的技術 固乎傾向於男性 而有些人覺得比較適合交際性的技術 固乎傾向於女性 當人們清楚自己擅長於某件事 而不擅長於其他事 就會逃避比較麻煩的 麻煩的是或者忽略內在比較讓自己感到不自在的部分 因為他們是陌生的具有威脅性的 許多男人逃避自己女性的一面 而許多女人避免發展自己男性的特質 在整體性的學習上 我們必須接受陰陽同體 擁抱男性與女性的特質 我們的使命是完成完整的人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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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就是个相当不错的网球手,发球不算差,虽然反手拍有点弱,但是我正手拍非常有力,于是我发展出一种打法,弥补反手拍不足不足,我选择站在球场的左侧,尽可能以右手来接每一球。 这种方式,我可以打败百分之九十五的对手,唯一的问题是剩下来的百分之五,对手会发现我的弱点,攻击我的反手拍,把我调到最左边,然后打出右手扣不到的正手球,让我根拜下风,到了三十二岁,我才明白如果要发挥在网球上的潜能,达到最佳状态,就必须断电反手拍, 那是肯令人难堪的经验,我必须去做一些对我非常不自然的事,站在球场的右侧,尽可能用反手来接每一球,那段时间我一直输给我差的对手,看来我打网球的人来,看我打网球的人会看到我把球打到两个球长远,飞过围绕场或挂网,三个月之内,我的反手拍已经练得相当不错了, 我能够打完整的网球了,于是我反成为所居住社区中最佳的网球手,这时候我开始学高尔夫球,那才是真正的令我难堪的经验, 对我而言学习高尔夫球是令我感到挫败的事,除非我把它当成一种学习机会,否则我会根本无法享受这项运动, 事实上我看到许多自己的缺点,例如过于要求完美,以及当我挫败时,对自己的深沉恨意, 透过学习高尔夫球我慢慢从完美主义中走出来,也面对了我许多不完美,我觉得要成为完整的人, 没有事比改善自己的弱点更健康或更重要的事,没有比改善自己的弱点更健康或更重要的事, 学习的典范一严业,学习的典范一严业,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效法其他人,可以算是生命的恩赐, 典范能帮助我们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如果我本身是良好的傾听者与观察者, 就能够避免一些人生路上可能出现的陷阱,但是每个人必须有智慧地选择效法的对象, 幼儿不管是好是坏,是以自己的父母作为模仿典范,成年后有机会选择典范, 我们不仅可以选择好的典范,也可以运用负面的典范作为不良行为的示范, 我的学习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于我早期职业生涯中遇到的一个负面典范, 我称他为搞垮医生,Dr. Brumbos, 搞垮医生是我的上司人还不错,但是他在心理学上的直觉似乎都是错的, 当我再接受训练,而我住院实习的后几个月非常令我困惑, 直到后来我明白搞垮医生平时都是错的, 一旦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成为非常有用的负面典范, 我从他身上知道什么事不应该做, 通常我会把我的判断与搞垮医生的相比较, 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我告诉他, 咦,这个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 而他看起来是有点精神分裂, 但是他的举动却不能算是精神分裂, 而搞垮医生说, 哦,绝对没错, 一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病例, 我就知道我应该怀疑这个诊断, 或者如果我说, 这个病人不像是精神分裂, 但是我怀疑他是因为他的举动, 而搞垮医生却回答道, 哦,没问题, 他不是精神分裂, 我就知道我应该怀疑他是精神分裂, 所以要从其他人身上学习, 就必须敏锐觉察到微细的变化, 让我自己能够分辨好与坏的, 许多人没有如此分辨, 因此只有坏的典范, 但是他们觉得必须遵照父母, 或其他恶劣成人的行为, 于是就会容易产生精神观能症, 例如, 我从许多年老病人身上学习, 知道我不希望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 而对我依然天下最悲哀的景象之一, 莫过于年老了, 仍旧试图像以往一样控制一切, 但是已经力有不递, 通常这样的老人, 对于年老或死亡都毫无准备, 他们被困住了, 有些老人会想要维护他们的屋子, 结果没有用, 住屋里到处都是纸碎文件, 事情有一团乱糟混乱, 狠矛盾的通常是这些不愿放弃控制病人, 最后在违反他们的意愿的情况下, 被我送尽了养老院,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如果这些病人愿意放轻松, 学习让其他家人为他们做事, 不就可以安享天年了, 但正是因为他们拒绝恶杂愈何可放弃控制权, 所以生活一团糟, 我不得不与他们的家人合作, 把他们安置在有专人照顾的机构中, 不管他们喜不喜欢, 这些可怜的灵魂是负面的典范, 我几乎天天祈祷, 当生命接近终了时, 我能够有所准备, 放弃一些可以放掉的权利, 我已经开始学习这么做, 我只担心这种学习无法持续下去, 团体学习一二七页团体学习, 持续的学习也非常重要, 不仅对于团体也是一样, 我说过团体学习中的逃空阶段, 以及整个团体在舍弃, 舍弃阶段中所经历的死亡体验, 这是我目击过去多次的现象, 过去十二年, 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冒险, 以及学习, 是在团体激励文教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Community Encouragement中的工作, 基金会的任务是教导, 真诚共同体的原则, 也就是团体之间健康沟通的方法, 当团体救健康时, 其中的成员是处于一种能够有效学习的环境中, 学习了解自己以及他人, 团体本身也能学习, 虽然要花许多功夫, 包括舍弃救杂的过程, 但是团体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意识, 要比任何单一成员的意识, 都来得有智慧与博大, 这种团体做决策时非常有效率, 因为健康的团体特别善于处理极端复杂的课题, 团体激励文教基金会, 受到商业机构与其他行政组织的欢迎日渐增加, 我们学会在组织中建立临时的共同决策团体, 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却越, 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帮助这些组织机构在基金会撤离之后, 仍能维持住自己的真诚共同体, 成为我们所谓的持续真诚共同体, 与此一来健康的团体功能与决策运作将会有规律地继续下去, 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与华州里华省理工学院的彼得心志, 所建立的组织学习中心,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ente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enter, 有异谷同工之妙, 在《心智的书》第五项修炼, The Fifth Discipline, 中它创立了学习组织这个名词, 这就是我们基金会所谓的持续性真诚共同体, 一个学习组织一定是一个团体, 一个持续的真诚团体必然是一个学习组织, 其中的关键在于持续的学习, 当组织面临危机时, 要帮助他们暂时学习是很容易的, 不容易的事去教导他们继续下去, 我们相信如果能使组织团体把学习视为个人与团体成长的契机, 而不是必须每年上课一次的负担, 他们就能够对学习产生完全不同的新看法, 我们对这种教导有设计的概念, 但仅仅是概念异议, 这方面的领域仍有待开拓, 我们相信团体的健康要比个体的健康重要, 就像个体必须持续学习才能生存, 组织与机构也是如此, 文明的生存与否, 很可能就要看组织是否能进化, 成为持续性的真诚团体, 明显不适的学习组织。